希望 我先把這個檔案也許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我們可能copy一下 把這個改版 可能就是原來叫append file 比如說我這邊加個底線 再加一個檔案 叫file 也許後面加一個 我的成績是從外部讀檔 OK 那外部讀檔第一個我需要什麼 一我需要產生一個 檔案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就是 先把成績全部輸入 再把它讀進來 所以第一步請各位記得 在source這個地方按右鍵 new一個file 不是new module new一個file 這個file的話是 假設ch好了 比如說是國文成績 txt好了 那我們就建一個file 他是ch.txt 重文字檔 OK 按個finish 接下來呢我就輸入成績 一般習慣是我就輸入 隨便輸入幾個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就是 輸入成績中間加逗點 OK 逗點 反正你就隨便輸入幾個 假設我現在是直接整筆 直接整筆 讀進來的話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不是像剛剛一樣 我們一個一個慢慢輸 這樣太辛苦了 最好是 可能外部已經有匯入一個成績了 那我就直接 丟給python 幫我處理完就好了 不然的話呢 假如說已經外部已經有個 ecele檔了 然後呢你還要慢慢在那邊一個照著ecele打列印下來慢慢key的話 那會不會太辛苦了 所以 如果我今天這個檔案 我已經 在 一個ch的這個檔案裡面 我把它save 如果 所以待會請各位按右鍵 new一個file 那這邊會有個國文成績 當然你也可以有英文啦 數學啦 其他成績 可是問題來了 目前成績在檔案裡面 我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放到python裡面處理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邊喔 第一個 一定要個檔案 第二個的話 我要能夠讀到 這個 程式裡面 所以呢我再開啟啦 我開啟這個來改好了 可是要改哪些地方呢 習慣上一定是這邊壞喔 輸入成績呀 那一定也不會有-1了 也不用告訴他-1 反正他全部讀進來了 全部讀進來之後再幫我做處理 OK也不用告訴他了 那可是我要怎麼讀進來喔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喔 乾脆先把這些 全部都註解掉 我的習慣是先加個註解 OK註解 註解應該記得吧 全選 Ctrl加斜線 這招真好用 因為我 都 這樣直接就mark 如果你要取消的話 Ctrl再加一個斜線就恢復了 這樣的好處是 比如你要 改新的程式的話 你不要把舊的刪掉 刪掉 糟糕 有些東西 還需要 就不小心刪掉怎麼辦 找不到了 你剛剛再重來一遍 所以首先的話呢 我們先在 這個上面好了 如果 我希望能夠開啟檔案的話 我剛講過了 其實在拍攝裡面開檔真的非常簡單 為什麼 因為其實只要一行程式 檔案就打開了 好 真的 你就打一個 1 先告訴他 前面我要一個物件去接 我的ch 點tst 所以f 我這個名稱是一個物件變數 因為我不知道他知道什麼東西給我 那我就用這個來接 f等於什麼呢 等於那個 我們的 open 很簡單 這個敘述超簡單 open後面告訴他什麼 那個ch 點 tst 這樣子 這樣夠簡單吧 不過後面還要告訴他一件事 你是要讀還是要寫 如果讀的話 就是要 OK 就這樣子 喔 寫完了 但是頂多就是啦 未來如果說你有那個 就是檔案裡面有 編碼方式啦 可能有亂碼 UTF8 或CP950 那你就是在後面在 豆點 加一個encoding 等於 UTF8 或 encoding 等於 CP9 不過這一題因為呢 我們自己做的啦 所以不會有亂碼問題 編碼可以不用加 之後如果有需要加我們再加好了 因為之後可能會有一些外部檔案 他又是微軟產生的 那你就要CP950 或者是說你可能是UTF8 那這個我們後面再來看 所以 這樣一行喔 他就幫你把這個檔案呢 開起來 丟給F 對 那這個東西裡面放什麼 假設你也不知道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其實我也沒有試過啦 你print什麼 Type看一下 有沒有 Type裡面的話 你刮糊 你可以怎麼樣呢 你說老師這裡面到底放什麼 其實 說真的我也沒有特別去深究 他其實過來的東西我們把它用Type輸出看看 他是一個這個東西啦 叫什麼 Io Test 什麼 Io 什麼 wrapper 喔 實際上就 也不是一個 字串 也不是一個 List 所以怎麼辦 接下來的話 我就是要 把它 再轉成我要的 轉成什麼轉成那個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我如果要把資料解出來的話 我用一個S 等於什麼呢 把這個F 裡面 這個rapper裡面喔 他有個方法 叫做什麼呢 讀一行 因為我那個一行嘛 讀一行英文怎麼講 Read的嘛 Read line 這應該會拼吧 然後再一個小刮壺 不用傳引述 恭喜你寫完了 那你把它print的出來有沒有 這個Sprint的出來 喔 這樣應該夠簡單吧 不要背吧 這直覺就知道了對不對 把它print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裡面的東西 一模一樣 有沒有看到 所以 真的我說 Python 可以把那個 Open檔案寫的那麼簡單 塞得太簡單了 比PB還簡單 OK 可以可以可以 不過以後如果說很多行你要 要往下抓啦 我們現在剛好一行 所以有Read line一行 就不用往下抓了 不然以後的話你要把 一行 先低行 跑個回圈啦 從一直抓一直抓 然後抓一行 然後看你要怎麼做 兩行一直往 OK 那我們就已經 不夠問題來了 他抓回來的東西 什麼呢 他是個自竄 可是我上面 是一個 List 那怎麼辦 前面好像有講過有沒有 你可以再多一行 如果你要把 這個自竄 變成 一個 List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個 就是因為他中間是用 豆點隔開 對不對 那你就必須要多學一個方法 點 Sprits有沒有 Sprits 對對對 這個有點像那個 VBA裡面 那個有一個叫資料剖析 對 資料剖析中間就豆點 那這個Sprits的意思是說 我就是把它切割之後有沒有 然後 資料剖析也類似嘛 資料剖析不是剖開來 跟他講說中間是豆點 剖開來之後就幫我丟到那個 我們的 哪一個儲存格嗎 類似概念啦 只是說你必須 用 這種程式表達啦 OK 如果你這些都會啦 以後 說真的你要Sprits什麼 其實很簡單 只是一行變多行而已啦 所以都是從這衍生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 你不用一下學一大堆 其實網路上還有提供什麼用Punk打 還有什麼一堆的 可是我覺得殺雞不用牛刀啦 說真的 簡單的先學好你 幹嘛沒事 簡單的東西要用Punk打 有時候覺得 OK 簡單的先用好了 好了 好了之後的話呢 再來怎麼樣呢 把這個scope 把它print出來 所以這個S我就不要print了 我把這個scopeprint出來 這樣應該看懂嘛 所以關鍵就是這三行 第一行是讀 第二行是讀一行 第二行讀一行 第三行就是切割放在list裡面 把它執行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他就自動幫我把它放在list裡面 OK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OK 剛剛那個東西 其實放進來也是類似像這樣 快爾這邊有沒有 他一樣也是放在這裡面 他長的就類似像 只是說我們剛剛輸入的時候 一定輸入的不是 你會發現 他是放一個自串 主要原因是因為sprint 他是一個 自串的方法 所以切割過來之後的東西 也會是自串 所以你等一下可能要注意一下 轉型問題 這個如果做完之後 底下的就很簡單了 怎麼說呢 底下的東西 其實你就可以把哪些 關起來呢 其實第一個 這三行就不需要了 因為這三行其實就是 輸入輸入輸入 最後負一嘛 對不對 這三行不要 那底下這幾行呢 我就直接把這幾行打開 所以選取之後按Ctrl加斜線 接下來的話呢 總共有幾個記得不要減一了 因為為什麼減一 剛剛是最後是負一吧 會少一個 現在不用了嘛 OK 所以總共有幾個 假設我們一步一步來好了 因為我就講他 可能 知道人看都看得懂 但可能不熟的人 看都會覺得太快 我們一步一步來好了 如果太快要跟我講 不知道我有時候覺得 可能這你們應該都知道 我就講得比較快一點 總共有幾個 你會發現總共有八個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個 沒錯 OK 你不要減一減一就少一個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什麼 所以這三行不用 然後呢再來是什麼呢 再來是把這些東西 分別把它輸出啦 所以我們跑一個回圈 那這個回圈一樣 你不要去減一 因為減一的話 反而會少一個人 所以從零 零指的是這個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OK 那總彈路八嘛 所以我們Range 剛好到 八的前一個 所以零到剛剛好 OK Range 前面特別強調 我們一律用Range 這樣比較好理解 然後呢 加等於就串接串接 不過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抓 這裡面的資料 你就跟他講說 Score Score 第一個的話 就是Score 就抓到98 但是抓過去的資料喔 因為他是雙引號 他是有引號 所以記得喔 你要多做一件事喔 不然他會出錯喔 我知情的話你會發現喔 他會說什麼 喔 這一行錯了 哪一行錯呢 這一行 為什麼錯 INT 有沒有 因為他裡面是什麼 是那個String 所以呢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是在外面包一個INT 把它轉型之後 再讓他累加 不然他沒辦法累加 OK 好 那這邊的話呢 累加累加 加完 這邊不要減1 Average的話 就是把總分除以 總共有8個學生 最後的話就輸出啦 當然 以前如果你不用Person的話 你就是直接串過去 不過直接串過去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 就是 加加碼 裡面把那個Total放進來 不過我建議喔 你可能是這個要熟喔 那個 原來的方法是這樣 就是 在這中間喔 有沒有然後把Average放進來 只是說你將他格式的話 這一招你要會喔 不然的話 以後格式的話 一定會出很多問題 這邊加OK 執行一下 這地方喔 那最後的話呢 還有哪個地方 Must 對 還有什麼 輸出的時候 這邊一定要轉型 不過如果格式的話就不用轉 這邊一樣 String 把它轉成 這個 這邊也一樣要轉型 不然的話呢 他一樣會出錯 那只是說呢 如果你有用Person的話 不用轉型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執行一下 OK 好 出來了 總分 有600多分 平均這樣 但如果要取到小數點的 第2位的話 那前面我有講過 你可以個別的去做格式化 比如說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不要 那個 這兩個都格式化 我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格式化的方法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 把這邊加一個Person 就OK了 那請各位 再試一下 剛剛最重要 1 就是 按右鍵 新增成績 2 請你 我是另外再 把它複製貼上另外一個 我加個底線File 然後呢 就這三行 其實我印象中這三行 雲端上也有 你不用特別去背 在這邊 這個 Open 1 2 3 就這三行 這三行還蠻好用的 以後你就熟了之後以後就 就這樣用就好了 OK 然後呢 他就幫我怎麼樣 把他讀過來之後 然後做後續處理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OK OK OK